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的Christmas Class 今天我们会做一个圣诞书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瓶矿泉水 或者任何一个饮食的瓶 瓶最好就像我手上那样 有一个类似树的形态 我这瓶其实是一瓶500ml的饮品 这个就是Perrier的Bottle 我选择绿色就因为它像圣诞树 看到我在最肥的地方先把它切开 变成两部分 然后记得这个盖子我们都要留下 整棵树里面的架构就有这个 瓶顶 瓶底 和这个盖子 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件事我们需要准备的 就是我们的虫树 你收回来的时候 很可能就会是好几棵比较长短不一的虫树 我们把它剪到大概有三个长短的虫 这样就可以了 这些叫长、中、短的 大概相距是这样的 你把那些手指全部剪开之后 我们就开始制作我们的虫树 好了 看见我们其实剪开了之后就是这样 我们把底部把它反转 把它搅了少许 glue 把它套上去 那个瓶的里面 出来就是这样 记得套对方向 即是粘完之后 我这里里面是刺的 可以把手指放进去 因为我们会藏这个树干在里面 这个盖子我们会很有用 所以我们这棵树的形状 我们首先放开它 然后我们就看看我们的树干了 我们的树干是由三支的玉柜造成的 我们就找一条橡筋 在它大概离开的顶部一吋的地方 就把它固定 最好固定得有那么确定 好像我现在这样一吋左右 然后我们将三只脚轻轻叉开它 成为了一个这样的三角形 这部分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就看看 这个顶部份我们就看看 我们刚才那个瓶盖是否能靠得住 它的能靠得住之后 我们就在这里尝试将粘斩中 又或者直接在这里 塗一些点粘斩 然后就将刚才的鱼柜 把它放进去了 记得了 放进去之后 要給它一點時間乾 不然它會脫掉 第二個步驟就是要拿一顆星 白色這邊向上 首先三隻腳都要碰到地 因為腳可以分叉,分開它一點 確保三隻腳都碰到地 然後將它黏住 黏住後,又要保持一段時間才可以黏住 不妨可以加多一點黏 如果黏住後,不重要 待會有東西蓋住 我們就保持在這個位置 保持大約一分鐘,乾乾後就可以停手 確保這個樹幹垂直 回到樹上,開始黏了 我剛才跟大家說,我們要開始做之前 要將聖誕蟲分成三個級別的長中短 長大約是這樣 其實你可以自然地將它剪成一折折 那麼長都可以 沒有問題 不過最好就是 它後面,譬如說如果有這些果 在你要黏的部分,我們可以剪掉 成為了一個這樣的狀態 這樣的狀態就會黏得比較貼 而且會比較香 因為我破開了它的皮 然後我們現在就開始在這裏黏了 其實我當然要黏在瓶上 還是黏在蟲上 答案是黏在蟲上 因為如果黏在瓶上,瓶太熱 其實它會溶的 亦會凹凸 但這些瓶很好黏 正正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它可以溶了一點 就可以黏得緊一點 我們一直這樣黏 看到嗎 一直這樣黏 圍了一圈 然後我們就可以黏第二層了 好了,我們去到頂部 你看看 其實我沒有什麼 overlap 如果你overlap 就一定不會足夠 我們去到頂部 其實我們需要做什麼呢 就是用三條比較長一點的 製造了一個尖頂 尖頂就像我這樣 我這裡已經做了兩條 黏住了 在凌空製造一個 樹尖出來 然後在中間這些空間 我們再找一些 細小小的在這裡補 這棵樹的形狀就叫做大概完成了 好了,我們現在把最後這個都放進去 這棵樹大概完成了就像我這樣 你看到下面這裡其實看到少許瓶 不過我們稍後會有一些紅色的葉 去將這些位置再把它放進去 你就不會那麼看到了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樹腳 反而它的樹身這裡 我們剛才所說的一樣 不要太多overlap 沿著那個瓶邊這樣黏上去 你這棵樹就會完成了 好了,接著我們就要拿回剛才這棵樹過來 然後我們就要把這棵樹放進去 我們放進去的時候 我們要用一個Glue根去黏住它 你不可以就這樣放的 你一定要將這個位置 黏很多很多很多膠 好像我這麼多 然後我們就撐住它 又或者你將它 維持到一個平穩的位置 它就黏好了 你看到我們下面已經有了這個北歐的雪地 上面已經起了一棵樹 我們稍後就會慢慢把它製造 好了,你看到我現在就把這些孔雀木 把它剪掉了一個你需要的長度 最好不要碰地 即是黏在那棵樹上 剛剛好 少少離開地就可以了 所有膠水絲 其實你待會可以再處理 找一個 類似微鉗的物體 或者雜油鉗 我們就可以把那些絲 處理了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孔雀木 如果你的葉太長 好像我剛才把它收剪了 然後就把它放在 樹腳的位置 以及樹身 你可以開始製造它 令到樹看起來大一點 以及漂亮一點 我們繼續把它製造完 好了,你看到我 現在就把這些孔雀木剪了之後 周圍這樣把它攝攝攝攝攝攝攝 有一層一層一層地 將整個樹形帶出來 我們現在就開始放大星了 現在就可以這樣放 現在另一顆再大一點 你可以這樣放 跟腳一樣 視乎你自己喜歡 或者你喜歡前一顆、後一顆 其實都可以的 我們現在就把那顆星放上去 剛才我們說那個樹頂 其實是虛構出來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用一枝樹枝 在頂上製造一些 樹幹 讓它可以黏到才行 我們現在就來了 好了,我們現在 將這些 小小的 Ilex Berries 或者聖誕紙 把它剪到 很細粗 很細粗 然後就好像是聖誕燈 貼上去 千萬不要太大粗 因為太大粗就會出賣了 聖誕紙本身的形態 就不像聖誕燈 因為我們今天是做一個 叫做 迷你聖誕樹 那些迷你聖誕樹 就不能突然間有這麼大的果 因為這麼大粗的果 就跟聖誕樹不成比例 所以就不會漂亮 我們弄到它這麼細粗 然後就將它 有序 有規律地 隨便放上去 它就會有一個有機 但感覺上有 穩栗的一個佈置 我們現在就將這些果全部貼上去 我們做完果 我們就有些桔葉 我們應該都用過這些桔葉 這次我們又是將一塊塊 把它切出來 然後再在我們剛才的紅果子和孔雀木之間加上去 就令到它有一個更加火樹銀花的感覺 不過我自己覺得不要加太多 加太多就感覺比較軸 反而有另一個材料 我覺得你可以加多一點 就是這個肉桂 肉桂其實我給你有幾條長腸地 我把它剪碎 把它剪碎 然後再在這些地方 一坡坡地放上去 它的感覺就不勾一點 還有你有剩餘的 我們待會將它 黏在樹腳底 這樣就令到它更加有冬日的效果 好了 我們鋪完肉桂在樹頂 然後我們可以大概找一個鉗 將你的膠水絲拔走 然後我們可以嘗試在下面這裏 鋪一條路 甚至你可以做一堂類似梯的梅梯 讓人們可以爬上這棵聖誕樹 如果你爬上去怎樣去裝飾它 我們現在 旁邊有兩個蟲果 兩個蟲果你可以就這樣放在這裏 或者你可以將它黏住 其實都可以的 令到場景拉長了 然後最後你只剩下一顆星 這顆星可以像我這樣 將它放在上面 或者你喜歡放在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我把它放在上面 好了 我們基本的樹就做好了 我們現在就把我們盛下來的材料 加入 我們盛下來的材料 就會很容易把整個樹 變成一個非常特別的作品 我們有什麼東西呢 我們首先拿了我們的 這個LED燈出來 這個LED燈出來就是這樣的 我們有一個 REMOTE 還有一頂LED燈 我呢 就會 TENT TO 有個尾部開始繞上頭 又或者你喜歡的話 有個頭開始繞上尾部 其實都沒問題的 但是呢 你拆開的時候小心點 因為這包東西其實都很長的 差不多有十幾米 所以你拆下去的時候 拆得均勻一點 還有呢 剩下尾部的電線 起碼都有這麼多 你才可以放在 你想要放的位置 然後後面就扔著一個 充電簿 這樣就可以了 另外呢 你看到呢 這裡有一個藍色的按鈕 藍色的按鈕 其實就是扔著我們的REMOTE 你記得後面那塊膠 你要變了它 然後就有不同的制製 不同的設定 你就可以有不同的 變化去 效果 或是Visco 有些很特別的 不同的效果 浪漫效果 心跳 全部都在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去玩 另外呢 我們有一個畫框 這個畫框就是 一個已經幫你噴了金色的畫框 中間有一塊膠 我們只需要把整棵樹 加進去這個畫框 就變成像我現在的那樣 這裡呢 再把兩個松果 裝飾 加一些松果 下面的落樹的效果 就會控制你們了 然後呢 我們就要改一改 這個 肉桂 這個肉桂 我們就這麼長 很快放上去 那為什麼我這裡上面的有這麼小呢 其實呢 我呢 就是用一塊膠剪 再把它 剪碎 它的 如果太粗 這些呢 我們呢 就可以在中間的這些位置 把它 拖開它 拖開它之後呢 就會變成一塊塊 這樣呢 再將它 這些碎片 黏上去 感覺呢 就會適合 而且那個味道 會香很多 即是 出來會覺得很適合 另外呢 我們呢 手上呢 就有這些叫做 Monkey Puzzle 或者叫南洋橙 這些南洋橙 有時候在公園都會看到 不過這些就是鹽了 顏色和乾了 我們很簡單的 就好像剛才我們這些葉 這樣呢 你把你需要的長度 就當好了 然後呢 你可以按下去 就這樣 snap 就這樣 再黏上去 紅色的成份 你的書就會更加多 但要小心呢 就因為它都很脆 所以呢 而且它很柔 你加了Glue 就要小心少少少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會有這些 Costume Jewelry Costume Jewelry 就是 應該呢 貼在最闊的面 這個位置 然後呢 將它呢 擺在你想擺的地方 然後呢 又或者呢 其實你可以調了燈 然後再放一些Tooler 你就容易一點看到 其實那個燈可以照到 那些補色 有很多 Reflection 會更漂亮 有兩種 一種呢 就是這些 很厲害的 Ember 那樣的合體 另外呢 就是有些 炭灰色的 一些扭 你可以加上去 如果你不喜歡加的話 其實你可以不加 但是我覺得加了一份呢 就感覺就好像 就是 有一點點 那當然啦 最最後呢 我們呢 就會有這個 WithLove這個卡 去給你的了 不就是呢 寫了啦 或者你喜歡的話 可以寫著自己的名字 什麼樣 2020的 食材子呢 最最後呢 你可以呢 掛一個 你想掛的地方 比如說我想掛一些 寶寶的這個文字 你呢 就有一個 Merry Christmas 的感覺 到最後呢 就成為了一盤 這麼漂亮的花啦 到處呢 放少少 陽燭啦 又或者是 燈光跳牌 是兩樣子有興奮的 然後逐個 成誕快樂